好,各位诸夏演艺法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先从一部电影阿凡达开始聊起,然后我们先有请老K 主持人好,大家好 老K你好,这几天有个段子,这段段子是就是说今年是哪年,然后另外一个人回答说你看今年是这个依然杀针炮 然后股市依然是3000多点,然后电影院里依然在热映阿凡达,然后说这是2009年 所以在疫情过后的话,其实在整个全世界的电影院的话实际上都陷入了一个低谷,尤其在中国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地区一部11年前的经典老片,阿凡达正在热映 然后好像我看了他票房,马上就这两天好像三天的话就五六千万每刀的这个样子 对,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这部片子的话是一个技术上的革新了 然后我当时的话是花了五亿美元 然后在次年好像也得了一些这个最佳的这个效果奖,还是什么摄影奖什么之类的 当时还蛮轰动的 但是看现在看起来的话并没有 就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这个片子当然11年前的片子并没有 比现在的一些片子要好特别特别多 应该是一个标准水平吧 那为什么他依然可以在这个在11年后重映的时候 依然可以在电影院这样的热映的 大家都非常喜欢 首先这个阿凡达他是所谓3D技术 新一轮的3D技术的这个开创者 但是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说3D技术其实在在以前也有用红蓝的红绿的这个眼镜 他现在是用的是这个这个技术稍微高一点的 但是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大家就按照这个实现这种3D的这种效果 就尤其是什么这个景深要大 然后远近错落有致的这种这种场景 然后有这个动态比较好的这个场景 他就能拍出一个比较好的片子来 但是问题就是说看这个电影 毕竟还是要看故事 就是虽然说电影它这个栽体这种形式呢 实际上是一种这种平民娱乐化的这种这种这种方向 但是呢它毕竟还是要有一些故事 就算是说个不好听的话 就是说毛片你没有完全没有情节也是不行的 你那个时间线还是要有的 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它要有一个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看的就特别的恶心 就越看越 就是说十几年前你要看这个东西 你觉得有点新鲜 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我现在反思起来 这这片子就特别恶心 就在于什么呢 它是一种这种符合这种共产主义 或者符合马克思主义 反人类的或者反人类文明的这样一种思潮 所以它就显得特别的 就让这个无产阶级特别的爽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这个我您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从它的故事情节上来看的话呢 就是等于一个受了伤的一个战士 然后这个来操纵一位博士 然后发明了一个人类基因 与当地叫什么纳美部族基因 结合出来的这样一个混血生物 然后等于它想就是利用它进到 这个就是那个星球 然后那个部落里面 想让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了 然后这样那个就是地球的公司 忘掉什么名字了 然后就可以发它的原始森林 然后开采地下的一些矿产 然后这里面后面的话 当然就有爱情故事在这个里面 然后他又学了那些人的生存技能 还有包括就是好像对自然特别的尊重 然后那边等于地球的公司 开始没有耐心了 然后就开始打了 然后结果这个男主人公就 就加入到了这个当地的部族里面 就纳美人吧跟纳美人在一起来去打 然后还挺刺激的最后 那你能再自己细一下说一下 为什么你觉得他是个大门草吗 你这个故事情节你说了一遍 你感觉你有没有看过羽郎共舞 看过 羽郎共舞 他就是一个太空版的羽郎共舞 他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一个人 就一个士兵 一个武士 就是到了一个这个人类文明的边缘 见到了就是到了这个 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原始部落接触 哎呀感觉到这个当地原始部落 跟跟自然界是多么融洽的 这个多么融洽 多么和平 多么勇敢的这样一群人 而且特别善良 特别聪明 然后呢 万恶的这个文明人呢 就要到他这个部族来这里 抢他们的东西 要么是土地也好啊 是什么也好啊 要抢他们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 了解到这个原始部族 伟大和这个可贵的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人类士兵呢 就开始就要反水了 就要开始帮着这个 当地的部族去反抗 然后突然发现这个 人类文明是多么的丑陋 这个 如果回到了文明 原始是原始的这个部族社会 是是人与自然是多么的和谐 无非就是这样一套 这套东西在在很多故事里面 都有类似的这种 就是这种这种这个 就是这条故事线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包括我们以前看过什么 人缘泰山呢 还有一个什么非洲的这个 什么这个 动物公主啊什么的 都是类似于这样 他怎么叫反人类反文明呢 实际上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讲这个 人类文明社会当中 每一个这个稍微先进一点的文明 到了这个落后一些的 这个文明的地方 进行一个征服的过程 就被他们这样子 用这种反面的这种 这种语气 或者反面的这种 这种这种价值观 来进行这种解构 进行这种破坏 进行反对 也就是说 他们好像说 就是说人类如果停留在 仅仅停留在一个 原始社会多好啊 我们就只是从事这个采集 捕猎 然后跟自然界 这个我们是自然界的一员 而不是我们破坏了这个自然界 这个mother nature 就就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然后人类互相也是特别 特别文明 特别特别这个善良 然后呢 这个精神世界呢 跟跟自然界 又又深入的相通 就是所谓的这种 原始社会的这种万有 这种万物有灵论嘛 然后通过一个巫师 这个可以沟通天地 或者按中国人的说法 说我们老祖先就说 天人合一这一套这个层次烂掉 就蹦出来了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社会主义之后 社会主义 有马克思的这个之后 才会产生了这种所谓的这种 以环保为目的 以环保为幌子的 反对人类 反人类 反文明的这样一个 一套这个逻辑体系 它的道理就是说 原始社会永远都是好的 就是说农业社会 农耕社会就 就比这个原始社会坏 然后呢这个工业社会呢 这就比农耕社会坏 但是我看这个阿凡达 或者其他电影 我就想到啊 那个真正的碰到原始部落 没有不吃人肉的 你们为什么不吃人肉呢 因为非洲 一次大战的时候 非洲人那个殖民地就说 哎呀 说我们这个英国跟德国打仗啊 一天就是杀死了几十万人 然后非洲人就说 你们你们吃的完吗 几十万人 他说我们为什么打仗 要吃人啊 他说你不吃人 你杀那么多人干嘛 就是说你说文明也好 说不文明也好 你要看什么方向去看 就是说你美化这个 所谓的原始部落啊 你的这个原始部落 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 你的人口会非常少 然后你的预期寿命 会非常低 然后动不动就会死人 然后还会普遍的 就是互相杀人吃 因为就是家里人死掉了 原始部落来讲 家里人死掉了 肯定是拿来吃的 因为这个这个 按照就是按照 环保主义者来讲的话 他也是合情合理的嘛 这么大一摊肉 你直接就埋了 烧了 你就浪费嘛 你不是低碳环保吗 低碳环保的逻辑来讲的话 想象这些这么多二氧化碳的人 你用的把它烧掉 把它埋掉 不是不环保吗 要环保就应该吃掉 所以这一套理论来讲的话 其实是按照这个科学的也好 是按照这个进步主义的观念来 得讲也好 他就是站不住脚 不成立的 并不是说原始 原始不足的人 他就天人合一 跟这个自然界更亲近 而这个 这个现代社会的人 他就他就更反对 更反这个自然界 然后并不是说 原始的吃人部落 就就比你道德 就比你高尚 就比你勇敢 然后就不是说这个现代人 就特别怯懦 胆小 贪婪 残忍 这个实际上就是人类 所有人类在不同阶段 他都共同的一个通信 但是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这一套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 人类技术越进步 然后这个经济越发达 他妈的这个道德就越败坏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逻辑来讲 就是推演出一个结果 就是人类该死 人类文明该死 你要破坏 一切人类文明 就是对这个自然界的一大 就是对Mother Nature 对这个地球的一大贡献 这前两天不是那个北欧 是有一个是哪个地方 有个有个环保主义者自杀了 然后他们亲戚居然说 说他为了实现探中和 做出了贡献 我真的是他妈的这混蛋说法 那你们怎么不把它吃掉 真是的 就是推导出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人类文明就应该全部毁灭 为了自然界 为了这个地球 就应该把所有人都杀光 这样才能够这个保护地球 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电影 它就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您这么说 我倒是理解了 但确实是 就是说这个 在两个部族面前 就两个文明之前的话 先进文明的话 慢慢是要吞噬 这个落后的文明了 这个您说那个女郎共舞 就是另一个版本 就早版本的阿弗达 还可以蛮理解 因为我当我现在还记得 就是他们当时这个 有一个情节 就是吃这个牛舌的 还是马舌的 还是什么舌头之类的 然后那个 生吃舌头 我还觉得很合心的 但是说 你生吃这个舌头的 你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了 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样 就说其实这种观点 在美国的年轻人心里面 然后包括像一些 比较左的一些城市里面 比较激进左的一些城市里面 其实还是蛮流行的一种 或者是蛮普遍那种情况 我举个例子 其实就可能是我孩子 二年级时 还是三年级时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 他是一个小学老师 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就是Vedgetarian 就在这边素食主义者非常多 然后他们谈到了一些 这个就是文明吧 文明的情况 就是说任何的文明 我们都需要去尊重的 即使这个文明是一个 就是用活人祭祀 或者是可能是提到了 活人祭祀的文明 我们都应该去尊重 因为每一个 这意思就是每一个文化文明 可能都应该尊重这样子 当时我觉得特别不理解 但是这么说的时候 我倒是 这个明白这个情况了 所以是这样 当然我还有提到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叫 一个叫族裔 还是叫信徒的这样一个分支 其实这个分支是美国 挺有名 在美国加拿大都有 他叫 他叫 刚才Google了一下 他叫阿米什 就是阿米什 对 阿米什这个人 然后他算是一个叫 反正算是基督新教派的 一个分支吧 一个新教一个分支 然后他们的特点 就是拒绝使用任何这个电 任何什么电 任何使用 就是现代科技 那他们经常是生活在 不是经常 就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些农场 他们用最原始的 赶马车 对 然后 对 就没错 赶马车 然后用手缝 那个衣服 然后用人工来去收割 但是他们看起来 过得还是不错的 其实在美国有些电影里面 还特别的那个 就是这个 表现过他们的生活 当然另外你看 就在美国的一些电视剧里面 也拍过一些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 叫Mide One 就广告狂人 就是他的女儿 对 对 女儿 然后跑到 跑到 跟一堆年轻 跑到一个 反正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离家以后 然后就过那种 就是原始 像是原始不落 就现在阿米什生活的这样子 您觉不觉着 就是说 这是人到了 一定在城市生活里面 然后就是他 在就是到了一定地步以后 或者没有什么信仰 或者自己非常空虚的时候 找一个事情去追求 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我没有什么可追求的 因为确实在 至少目前社会来讲 大家都过得太舒服 我们不用担心 衣食不勤 就是太特别舒服 然后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追求这种东西 我是不是更另类一点 所以才会有这种 那个思想的出现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都涉及到 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也就是是否应该 跟人性做斗争的问题 怎么说呢 大家人类都是希望 就是自己生活安全 方便 快捷 就是阿米什人 如果按照我反过来推的话 你阿米什人用马车 他使人类使用马车 那是什么时候 这个圣经里边 有没有提到过 人类可以 这个人可以使用马车 还是用轿子更好一点 还是应该是走路 因为好像你记录里边 这个耶稣基督 是没有坐过马车的吧 他骑过驴子 骑过骡子 骑过骡子 但是马车 马车很贵的 在古代就是一个马车 也差不多就是一辆汽车的钱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都是你可以反推 就是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说法 你的标准认为说 就是说 或者说你说武色可以迷人眼 然后这个武音可以 这个让人这个什么 让人这个精神疯狂 所以大家都要避免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你退到哪一步才算是一个头 或者说你就回到这个人类文明 原始社会 你生病不吃药 受伤不去治 然后生小孩呢 肯定是就是生小孩 就是不是大人死 就是小孩死 生了小孩 这个存活率就很低 是否愿意回到这样的一个社会 当然就是说 如果人类文明崩溃之后 你也不需要什么进行环保了 人类数 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之后 这个地球自然就变得更加美好 你可以走到这条路 所以这种事情 其实我觉得完全是有点有点这个 用中国话讲 就是奇人忧天 你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你可以选择的 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所谓的 找出一个非常崇高的理由 去去把自己的这个 治愈一个道德高地 尤其是什么所谓吃素的人 那这个植物也是人类驯化的植物的 这个素你才能吃 并不是说野生的这个植物 尤其是比如说野生的胡萝卜 野生的小麦 野生的这个青菜 你其实是不能吃的 包括野生的这个最早的这个玉米 你都是吃不了的 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要求的话 你回到从前 那你怎么一个吃法 你吃多少 你要你要在地上挖多少东西 破坏多少植被 才可能满足你一天的这个热量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一句话 回过头来说 人在这个自然当中 你的这个生态 生态位是什么 你的生态位是属于这个食物链的最顶端 还是属于这个食物链的中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或者我回过头来说那个原始人 原始人类就是在这个石器时代 到了这个美洲 大陆 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大洋洲的大陆 然后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内 两三千年时间内 那里的大型动物 牛 牛羊马 牛马 什么那个带鹿 带什么带象 好像是有 还有那个那个带豹 全部给杀光 全部给吃光 就就绝种 没有甚至连没有 没有去人工驯化 几种这种几种动物 来来自己供自己饲养 我说你 我就反过来说 你说这种人文明吗 他到了这个地方形成了 人的这个不是人道主义灾难 而是形成生态灾难 你如果说按照这个道德标准 环保主义者的道德标准来讲 这些人简直都该一个个都死 那你现在又认为这些人 是在这个所谓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他们就有天生就比你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移民的 这个权利就要高贵 那你这个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要如果说为了这个当地 被灭绝的动物去平反去去招雪的话 这些人应该全部杀光才对啊 好吧 这个是这样 其实当然对于影视作品来讲的话 他当然希望就制造一些矛盾吧 制造一些矛盾 然后为什么会有些矛盾呢 可能都是建立在人类的欲望 或者是焦虑之中吧 对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魔鬼 其实都是从人的这个欲望里面来的 那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就关于当他提到这个 就是这个人类 这个什么人口大爆发啊 资源不够这个事情啊 这个确实是很多电影都会有这样的 用利用这样的焦虑去做文章了 就是比如说 随口就可以举很多例子了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电影说资源不够了 于是呢 这个把人全缩小 全缩小成小 然后这个消耗资源就少了 或者说动不动哪个这个世界 一个大魔头 说人类不行了 咱必须得死一半人 或者就是病毒搞的一半人 当然还有一种方向 就是说咱得殖民去 咱得殖民火星 我激发生育嘛 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就咱们先 您觉得首先您认为就是 这种这个焦虑啊 就说这种危机的话 是真的吗 还是假的 是是真的未来有可能 或者50年100年以后 地球的资源真不够了 还是就是只不过就是 或者左派或者好莱坞去 这个他们故意制造那种 这个 零几年如果你记忆还有 就是有记忆 或者你回去查的话呢 那个零几年就开始有这个说法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石油储备啊 只能用到2020年 2020年石油储备用光了 现在是怎么回事 然后那个 戈尔说的这个 什么这个难以忽略的真相 说这个地球马上这个海平面 就要上升到多少多少了 冰川全部溶解地全球变暖 但现在好像也没发生哪个北京上 不是上海深圳广州香港 被被海水淹没 甚至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些事情呢 是处于都受这个焦虑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骗钱 骗取利益的 也就是说原来没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比如说就好像那个 郭德纲说的像是 你呀为什么不戴帽子 我本来戴不戴帽子跟你没关系 对吧 我一下突然我定一个规则 你不戴帽子我就要打你 然后我戴了帽子 我突然又定一个规则说你戴了帽子 我就要打你 这个就是他来定的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种巧妙的这种娱力 因为人的这个追求 在追求了经济和追求了效率和舒适之后 他要追求一种说自我满足 自我的这种救赎的感觉 说好像我就道德特别比别人高尚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应肯多花钱 或者是宁肯自己吃亏一点 我也要把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也憋着 逼逼着所有人去吃这个亏 吃这个苦 然后去创造一种什么东西 这个讲起来真的就是 就只能说是这样子的 他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和物质的一种 或者说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消费 甚至上一种勒索 可以说是一种勒索来处理这种事情 OK 那您在那个推特上也提了另外一部片子 这个您能稍微解释解释 为什么那部片子比较厉害 因为我还没看过 对 这个片子其实我讲个道理就是这样子的 这阿凡达你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的 你反过来讲 就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征服者 或者说文明眼镜 或者或者换句话说 中国所谓中华人民共国 950万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他不会是冲花费送的吧 他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征服的 你掌握了一点先进的技术 然后你就开始向其他的地方扩张 设置殖民点 然后跟当地的这个部落产生摩擦 当然也有可能说勾引了对方的这个女性 然后生下了昏雪 然后慢慢的把对方要么是要么是征服 要么是驱逐 要么是消灭 要么是融合 就是几种几种途径 在中国的历史上 如果说你稍微想象一下 就说如果说中原的这个移民到了这个 到了东夷 或者到了山东 或者是到了这个湖北湖南 这些地方他是怎么去去建立他的移民点 建立殖民点的 这个这个故事就是反过来说是这样子的 然后当时你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说无越国嘛 啊这边的人非常野蛮嘛 也不穿衣服 然后断发纹身嘛 这个割了头发 然后自己身上纹纹纹纹身 纹各种图案嘛 这是很野蛮的表现 然后我的技术如果比你高的话 我就能征服你 让你一风一俗啊 穿我们的汉家或者是穿我们的这个 粥的这个衣服 然后学会讲理 学会写字啊 就变成了这个文明园了嘛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正常方向的 或者用那个十三勇士的这个电影来讲呢 他就显得比较比较比较突出的 就是这种典型的早期鲜明 互相这个现代一点的文明 去征服这个原始文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原始文明 你就特别的这个勤劳善良勇敢 不是这样子的 那个那个就是这个电影就是说 一个阿拉伯人跟着一群维京人 到了这个所谓的北方吧 要么是北欧 估计有可能有点像这个阿尔兰 到了那里面建立一个殖民点 然后殖民点遇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 吃人族的这个不断的骚扰和攻击 然后他们就去研究 杀到别人的老巢里面 那老巢里面就很典型的一个一个一个老祖母 就是那种又带是巫师 又是然后是老祖母的这种形象 又崇拜的是那个该亚 就是那个帝大帝女神 那就是非常早的 然后又吃人 很显然就是一群德鲁伊教的这种 吃人恶魔 他们就他们就就反过来去杀这些定居者 杀了还要吃掉 所以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是你也许你是原来在这里的土地的 居住在这个土地上 但是你既不耕种也不开发 你就是打猎和采集嘛 然后这个先进的带了农耕的 这个带了铁器的人来过来之后 你们就肯定是要产生冲突嘛 说得完了之后 那谁 你说这个战争是谁正义谁非正义 这个你在没有发明正义 这个概念之前是无解的 你只能说我这个有德者居之嘛 活人祭祀的民族被这个尊重 至少尊重活人的这个民族去征服 相对来讲还是要文明一点 还是要进步一些嘛 这个话就是吃人和不吃人之间 或者说你这个 之前你走出来是有一点区别的 并不能说你都叫文明 就能够全部平等 那么开玩笑 你吃人跟不吃人之间 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别啊 你这很多细微上面都有差别 所以这个文明之间互相征服 也是很有道理的 然后你被征服之后 那你也是欲血奋战 把别人灭掉 你才会不会被吃掉嘛 才会逃离被吃掉的这个命运 或者或者我换一个剧情来讲 很简单 秦始皇派了五十万大军 征服南越国 在这个现在的广州驻扎嘛 然后就跟 然后这个 楚汉就是 崛起之后就灭掉了秦国 那秦始皇 秦国政府就派人去 派使者去 去招那个当地的那个将领 赵他嘛 要他返回秦国 就研究嘛 人家就把那个信使一杀 把那个官一封 我们就在这里跟这个少数民族 跟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 这个 纳美人一起融合起来吧 我们就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嘛 这也不就是类似于这种 这种阿凡达的这个故事嘛 这人类眼镜史上 一次 每天都在重复的发生这种事情 你说你说这个东西 你难道你还要去占那个 这种原始部落的这个 这一边吗 那简直就是人类白进化这么多年了 是 其实刚才您说到了那个 就是文明接触以后的话 然后怎么扩张 扩张然后怎么去找这个 找不足理的女儿什么的 通辉什么之类 挺像美国一个经典的 这个迪士尼人物叫 Poke Hunters一个印第安人 当然最后其实 电影里面是 就是电影里面和电视剧里面 他们就还是太理想化 但实际上情况实际上是 就是最后把那个 Poke Hunters给拉到这个 这个教会里面 强行灌输基督教精神 然后把她变成基督教女孩 对没错 好那今天多谢老K的时间 然后让我们重温了一下阿芬达 然后把阿芬达这个 怎么体现出来这个 西方这个左派思潮的这个 大毒草 文化跟大革命的语言 大毒草 解释 然后多谢老K 然后多谢能够收看 收听本次节目 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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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